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西节正在巴比伦的家中和犹大的长老们开会 突然间他的意识就被带到耶路撒冷的上空 看见了以色列人全然败坏的光景 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西节书第八章 以西节书第八章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 我坐在家中 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 在那里 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我观看 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 从他腰椅下的形状有火 从他腰椅上有光辉的形状 仿佛光耀的金金 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 抓住我的一柳头发 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 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 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 就是惹动祭邪的 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 神对我说 人子啊 你举目向北观看 我就举目向北观看 建祭坛门的北边 在门口 有着惹祭邪的偶像 又对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所行的 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 使我远离我的圣所 你看见了吗 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 他领我到院门口 我观看 见墙上有个窟窿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挖墙 我一挖墙 见有一门 他说 你进去 看他们在这里 所行可憎的恶事 我进去一看 谁知 在四面墙上 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 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在这些巷前 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 沙藩的儿子亚撒尼亚 也站在其中 个人手拿香炉 烟云的香气上腾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的长老 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 你看见了吗 他们常说 耶和华看不见我们 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 他又说 你还要看见 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 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 谁知 在那里有妇女坐着 为达摩斯哭泣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你还要看见 比这更可憎的事 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 谁知 在耶和华的殿门口 狼子和祭坛中间 约有二十五个人 背向耶和华的殿 面向东方拜日头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由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 还算为小吗 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 再三惹我发怒 他们手拿枝条 举向鼻前 因此 我也要以愤怒行事 我眼闭不顾惜 也不可怜他们 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 我还是不听 天父对以西节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所行的 使我远离我的圣所 你看见了吗 本来应该是敬拜神的圣洁之处 现在却成了崇拜其他偶像的地方 百姓明明离这座圣殿这么近 心却离天父好远好远 实在让天父伤透了心 亲爱的朋友 这段经文很提醒我们省思一下 在教会里面 我们仰望追随的 真的是主耶稣本身吗 让我们彼此鼓励 更多享受在教会生活中 不止人在身体在 我们的心更要与他紧密相连哦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使我有一颗专注和敬畏的心 使我的每一个敬拜和服事 都单单只为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和耶稣很紧密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